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让围棋记忆变强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围棋提侣为您带来的晚间直播系列节目 YY充酒之路 我是YY 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孟太玲 又到了我们这个周二晚上七点半这个时段了 不过有所不同的是 今天好像是迟延迟了几分钟 对 现在应该是19点33分左右 在上一周的节目当中 应该是YY发挥的是非常出色 我觉得应该是我们这个节目开播以来 你下的最好的一盘了 是吗 还这么好 值得表扬 值得鼓励 希望今天你能够再接再厉 好的 按照惯例 我还是问一个问题 这周你训练的怎么样 这周下了好几盘 其实正式比赛 还是下了几盘的 正式比赛 就是这个升降级 对我来说就是总是比赛 原来是这个意思 那么最后你的 最终你的成绩是怎么样 最终是一胜二负 下了三盘起 好 还是有好几盘的 而且每盘主要都是 都是细起 都没差几目 赢了七目半 然后分别输了一目半和两目半 应该 原来是这样 那我想这是你和水平相当的 其有之间的这个较量 应该说你现在的这个段位 以及你现在的这个战绩 就比较符合你现在的这个水平 好 那么咱们闲话少说 赶快进入今天的第一个环节 围棋实觉 围棋实觉 那么今天我们该讲到第四个口诀了 你知道是什么吗 弃子争先 弃子争先 这个非常好理解 弃子争先 我想我就不需要解释太多了 大家都懂 但是对于我来说 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一个 很恐怖 令人恐怖 很恐怖令人恐惧的一条口诀 是的 尤其是对于像我这样水平的人来说 因为我也是做了功课的 根据我们的计划 今天应该是进行为棋实觉第四个口诀 对 棋子争先的学习 所以我在课前也是翻了翻我的对局记录 是吗 找了找我能跟棋子争先相关的棋来 做一个样例吧 最终比较遗憾是吧 失败了 没有找到 一盘跟棋子沾边的棋都没有 明白 这也是值得我反思的一件事情 这个其实不怪你 对于你来说 以你现在的水平 想要这个挑出一个华丽的棋子 那确实是比较难 这个 我觉得其实即使是在职业高手对局当中 这个出现的频率也不是说那么高 那么棋子争先顾名思义就是 这个以局部的这个通过这个局部的牺牲来换取这个全局的利益 这是我对这个棋子的理解 那么争先的意思当然就是能够快速的抢占起全局其他的这个重要的地方 我想这个棋子的环节可能是对于齐鸣来说更为重要的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先看两盘例子 那么首先想到棋子呢 我其实脑海里的第一感呢 是浮现出了我们这个手机SSW最后一场大决战的这个一个瞬间 我知道了 说的是那个棋型呀 你这逗你能知道是哪个棋型吗 我真不知道 我不相信了 那盘棋我从头看到我 对得精彩的那盘棋 我真的知道 就是左侧十月被打吃的时候 他没有粘住 然后他去先冲了一下嘛 然后反击还挤着大龙 对不对 我知道了 主要是我这个电脑屏幕刚好显然这盘棋 你一眼望去就知道了 那么现在我们来看一看这盘棋啊 这盘棋就是最终的大决战的一个场面啊 这时候白棋沾这个 此时原来原本是白棋大优的局面 但是由于白棋这个十秒一步嘛 下了很多错张 这个时候其实黑棋已经要赢了 只要把中间这块大龙做火 黑棋就必胜 这个时候情急之下 这个南方队的柯杰范庭育组合是在这里打吃了一个 这也是十秒的常见的这个大将啊 打吃 那正好来说白棋大人是粘住啊 粘住前是秒下可以不用想的一步 那十月呢 其实也是低感也是如此 十月这个时候 一二三四的时候 他把这个棋子拿到了 马上放在这个位置上了 他突然间五六的时候他有点犹豫了 对 最终到七八九的时候 他坚定的把棋子下载了 冲一个这个位置上 这就是我刚才想到的一瞬间 这马上这黑棋下一手棋就咔嚓就把那棋全提了 大家听到这个声音了吗 太爽了 这棋提的 大家不一定听得到 但是总之这棋我觉得 正好来说低感的白棋肯定是只能沾上 但是十月竟然是有这样的一个勇气和魄力 那么最终正是由于此手棋 以及后面的这个漫长的这个进程 最终白棋是挺过这个危急的阶段 最终是迎来了小胜啊 应该说这个冲是功不可没的 这盘棋虽然半步是小胜 但是整体来看 这盘棋的胜利也迎来了SFW 北方队的夺冠 所以也是一盘大胜 对 我想这个他们也是脱了棋子的福啊 那么其实这盘棋呢 只是弃子的一个瞬间 那么对于这个弃子争先来说 似乎有点不太恰当啊 是是是 我说确实这个好像没有跟弃子争先有太大的关联吧 但是他中文是一个精彩的弃子啊 这个你不能否认吧 是不是啊 所以说这是我最近想到的一个弃子图 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一看我们棋盘上摆的这盘棋啊 可能大家会有点印象 这盘棋是我自己下的 嗯 哦 这盘棋啊 你又看过是吧 这盘棋应该是今年三星杯预选赛上 哦 对 孟孟和陈晶的对决 是 刚才准备的东西你当然都知道了 但是说实在我其实也是跟你一样 这个准备素材之前呢 也是先看一下你的棋谱 因为你的棋谱肯定最有 确实 最有意义嘛 对不对 嗯 还是很遗憾 没有找到 确实这个 确实也是情理之中啊 这没办法 情理之中 那我 我还是回到这个 我自己的这个对决记录当中啊 找了找啊 反正这个找到了这盘棋啊 那么这盘棋后来是进入五家瞬间了 嗯 我也是这个 嗯 脸皮反正也比较厚吧 就把自己选进去了 那么这个时候呢 应该说局面是进入到了中盘的阶段啊 嗯 白棋的我面对敌方的强将陈时英呢 其实此时我是有点被动的 这时候我们可以先判断一下形式啊 这个此时实地上讲黑棋这块棋九木 这个地方基本上算成白棋搬毡 然后黑棋打拔这样的点木啊 这块棋的黑棋是七木棋 九加七十六 然后十七十八十二十二一 二二三三十三四十三四十五 这是铁 基本上可以算是铁控 嗯 那白棋呢 这块棋五六七 嗯 其他地方这种各种点呢 其实还有薄位啊 能点七木棋一顿已经还可以了 这一代就算是七木棋十四 十五十六十一十八十九 三十一三十三十三 加上这个就算有三木棋 三十六 四十五对三十六木棋 应该说贴六木半的情况下 黑棋的实体是销占优势 是啊 但是其实呢 我没有算这个白棋 这个地方有一班出 同样也没有算黑棋中间的这个潜力啊 因为中间可以说一目没点啊 但显然黑棋子力众多 嗯 嗯 应该说这个时候是黑棋好 因为白棋上棋还没有做活 正常你要跳出的话 黑棋就贴出 这 说实在中间 这白棋不死 就已经还不错了 嗯 黑棋就算中间没有什么木 把这个简单一退回 凭着自身的 带着的几木棋 盘面也就十几木 嗯 所以这个时候 正常来说白棋确实是 出一下风 对 很被动的局面了 嗯 所以我此时是 强硬的从这里 飞断啊 至这块其余不顾 嗯 这张棋是抢手 嗯 那么这个时候 黑棋当然就应该 简单的贴出啊 或者是双出也可以啊 嗯 这都是最正常的下法 应该说尽管局面 还是有点乱 但是黑棋保持优势 应该是不难 嗯 那这个时候 陈棋想去攻击白棋 那么首先 他在这一顿 猴了一个 啊 这样吗 对 嗯 这当然先手 正常来说白棋粘 我们就可以看到 其实这个紫将来隐隐的 还有被切断的可能性 嗯 黑棋的木树 比刚才我点的 可能还要多 有长 嗯 对 就这暂且不谈 正常来说 这样把黑棋再走出来 白棋将来 还可能只有 去后手自己补活去 很痛苦 对 但是这样的提议 是很严重的错误 哦 嗯 这个也许我说了之后 大家能明白 能知道我在干什么 但是 如果是真的发生在对局的时候 这不经意间啊 白棋很有可能一秒钟就把这个粘住了 是啊 这就有可能错过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嗯 那么实战呢 嗯 还好我抓住这机会 因为如果不抓住这机会 可能这番棋我就赢不下来了 嗯 我实际没有粘这个 上面 直接飞过来 嗯 因为黑棋 其实从黑棋的角度来说 他是觉得白棋 封不住黑棋 白棋自身太薄了 嗯 各种跳架都夹不住 啊 他觉得就肯定能吼着一下吧 但事实上 当我飞到这里的时候 从后来看 其实黑棋已经很紧张了 那么这部棋呢 其实本身来说啊 他不能对黑棋造成致命的打击 因为黑棋就简单的双一下之后 继续贯彻一图 咔嚓一段 白棋下面的气杀不过黑棋 白棋是不行的 举步来说 嗯 但是这部猴是败音 那么这部断 恰恰就可以说是黑棋的败招 所以黑棋必须要想办法再中复 先去出头 先去行棋 方位上侧 实际上黑棋断 看起来黑棋的气更长 那么我也就将计就计这里拐住 嗯 白棋跳 白棋在虎 黑棋爬 白棋把黑棋彻底封住 对 这样黑棋 白棋下面三棋 黑棋一二三四棋 那么将来的定型基本上就下成这样 吃一下之后顶 这个冲一下 顶住 你紧气 我紧气 你紧气 行这样 但将来反正 首先这是白棋 一二三四五 还打吃还是结六 六枚以上的结残 就算也不说 就看着这样 我们就可以看到 其实黑棋吃的 也没有多少 没有想象中那么大 应该说 这个地方黑棋长了 十十二三十四十五 十六十七十八十二十二十一二 二十三木棋 顶大天二十三 你把这木还算上 破掉白棋大三木棋左右 这一代黑棋获利二十六木棋 应该还是很大的 但是通过棋子 我们可以看一下 白棋在外围获得了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这多少个子力 就每一手棋 算成两三木棋 也就差不多快二十六木棋了 那么此时白棋 争到棋子之后 争先 争到先手之后 在这一代 进攻黑棋的时候 应该说凭借着这一代的棋子 白棋已经完美的扭转了局势 最终结果就是走了一走 这块鞋的黑棋顿时 不活了 特别的薄 尽管后面的进攻当中 白棋下的有点问题 但是由于这一代 已经有挤了班的手段 由于我厚了 我就可以去强行吃的这三个子 最终我还是守住了胜果 最终是以半木棋的优势 赢下了这半棋 又是半木棋 又是半木棋 还有哪盘半木棋 SSW 那盘是一又四分之三 白棋 又四分之三 但是不管怎么说 我觉得白棋这部棋 非整体棋子的构思 应该是白棋拿下本局 最重要的一个环节 孟老师实在太厉害了 这才是真正的棋子中线 主要是职业高手里的对局 其实这样的思路是屡见不鲜的 很多 非常多 我只是拿自己举了一个例子 证明我也是绝非等闲之辈 那还有说 好 那么这就是我带来的棋子争先的图 但是我刚才说过一句话 你还有印象吗 我说过我认为棋子争先这一刻是令人恐惧的 非常恐怖的 为什么会这样 何意呢 因为棋子争先事实上非常之难 非常难 有的时候你思路正确了 细节把控不好 你反而会迎来一个很不好的结果 反而会亏损 以为便宜了 但其实如果你细节做不到的话 你反而还得不偿失 这是很有可能的事情 由于你的这个假大局 假判断 最终导致了一个似是而非的结果 很常见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 看一盘棋 好 在今天这个准备 节目的过程当中呢 我是这个专门去摆渡啊 摆渡了一下这个棋子民局啊 我看一看这个 到底能摆渡出哪些经典的棋子民局来 然后赫然发现这个首页上就有一个有就有一个我们论坛里的帖子啊 就是论坛里面这个大名鼎鼎的这个飞机头啊 飞机头 飞机头 这个他写了一篇文章 他写的这篇文章是这个 他号称是古军第一棋子民局 汪汉年的层层大棋子 那么咱们接下来就欣赏一下这盘棋啊 这盘棋我这个客观的讲 汪汉年整体的这个棋子构思啊 思路是非常的巧妙 但是我们还是来逐一分析一下 每一个棋子的细节吧 那么这盘棋是汪汉年之黑棋迎战 当时的这个一个也是一流高手吧 周元福 这时候由于是这个座子棋啊 古代啊 座子就是这样的一个格局 还有环棋头的这个规则 然后黑棋的汪汉年 肯定是出于一个不利的一方 对 然后这盘棋这个上来咱们布局就不要深究了 这布局是古代的围棋 然后白棋在这里挂 黑棋在这里打飞 这个你可以能看懂吗 能啊 总之这是古代的常见布局啊 然后黑棋从这里挂 白棋在这里是靠了一长 这是过百零非常发明的 可以说是大压梁定势啊 当时是非常流行 黑棋贴起啊 那正常来说其实白棋还是 也正常来说肯定还是不太好的 白棋此时搬这个 但是显然上面有点落空 那么黑棋分头在这个地方 恰到好处的一手 可见汪汉年的实力确实很强 接下来白棋跳这个有点 有点缓 这场棋位置不是很对 然后黑棋再回到这里搬之后 这地方将来白棋这种地方的 粘子先手由于这个组的存在就没有意义了 没有任何的意义了 像这样应该说白棋肯定还是亏了 然后白棋穿上这个 这是要点啊 这个时候由于白棋先行嘛 先着优势还是比较明显的 然后黑棋在这里吃了粘 但不管怎么说 黑棋还是大势上便宜了 像这样应该说黑棋局部是 整体全局来看还是便宜了 只是由于白棋的先着优势 所以说这棋还是白棋好而已 那么接下来白棋在这一带下法就横成问题啊 这个时候 周园福在这里飞一个这套棋 这个我 我真的不可思议的一手 因为这其实可能至少是要正这个啊 走在这个地方有点奇怪啊 那么实际上黑棋在这里靠了一贴啊 白棋走的未明太小家了 然后黑棋在这里拖 白棋用了又用了一个顶了退的手法 显然这个太俗了 不是好奇啊 黑棋简明的粘住 这样白棋这个反而变得很重啊 你为什么你总是面带一些一个诡异的微笑呢 因为我这个替某某捏着汗 我这个 我只是这个旧棋论棋嘛 我只是在摆棋 因为这盘棋的例子刚好在今天 我这个搜集素材的时候看到了 我觉得也很有意义 观众朋友不要想太多 那么现在白棋搜根 应该说是就像白棋的意图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这不是不太像是白棋进锋黑棋啊 嗯 接下来 黑棋点到这里的时候 白棋上棋是有点 有点弹 但是不管怎么说 接下来白棋也是必须要贴出 要有这个弃子中心的概念啊 此时白棋贴应该是绝对的一手 那么此时如果黑棋冲的话 白棋就挡住 这样黑棋是 你要 不是你要 黑棋是打死也不能断这个的 因为实际上下 如果是这样的话 这被三连棍 然后就随便下来这白棋 那这黑棋就太垮了 骑成这样 我就随便靠下去也好 走什么也好 这黑棋肯定不行 这也不说 总之白棋要有贴起 这个 这个 这个棋子中心的这种感觉 那么显然 这个时候的中原服务 没有能做到这一点 实际上是选择了 棒砖 白棋没有踢出啊 这不棋有问题啊 嗯 这个时候其实形式上 黑棋应该说明显站起上风 接下来黑棋 跳这个 应该说这条棋 方向正确 但是还是应该走的更大一点 方位上次 黑棋跳这个 但是接下来白棋 这部家又是把这个 呃 可能即将缓解的形式 又送出去了 这部棋应该跳一个 才是本性 走这个形状不对 因为白棋 当黑棋 汪汉年在这里搬的时候 应该说 搬一个是 好棋 像这样 黑棋是建立了优势 黑棋总算下了一步好棋 黑棋 其实之前下的都还可以 黑棋做唯一的一首 不太好 就是这个跳 可能还是应该走大一点 那么之前的白棋 是下了不少问题 白棋先行 但此时行 是已经是黑棋好了 可见白棋的 这个下反上 是有问题的 那么接下来 在这个局部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想象一下 当白棋飞出的时候 白棋的情况 是一个脚 加一个拆二 黑棋的紫很薄 那么实战 当下成这样的时候 黑棋紫都跑外面去了 对 白棋这个脚 最多就是多了几步棋 但是外围 这全都是黑棋 包括这块 其实白棋 现在还得走 可见这一串的 白棋是太亏了 就不能忍受的亏 我确实也看到 聊天室 有人说 黑棋总算下来 一首好棋 真是 我其实是旧棋论棋 没什么立场 对 那么接下来 就到了 咱们大明顶的飞机头 就说层层大棋子的环节了 接下来白棋 这一拖 那么应该说此时 黑棋是形式不错 搬住 白棋扭断 扁 接下来 进入到今天正题 就是黑棋 汪汉宁在这里 挖痴 是先吃这个 先吃这个 我搞不太清 总之意思是这样 气掉第一个子 气掉第一个 第一层 然后黑棋 总之跳起 非常有大局观的一首 这种棋肯定也是好手 然后白棋吃 黑棋 再气一层 然后在这里再飞 我想这样的思路 和这样的大局观 是值得提倡的 非常 非常卓越的大局观 白棋贴 黑棋贴住这里的时候 这棋由于中间的 黑棋声势浩大 黑棋这样的 从全局性的 这个战略来讲 它是正确的 实际上是这样 白棋再一层 黑棋再气一层 像这样 层层大棋质 但是黑棋的形状 外外其实依然不厚 现在被白棋 是反击出来了 那么应该说 黑棋整体的思路 非常华丽 大局观非常的卓越 但是这个结果 其实黑棋 它终归是不便宜的 所以说我为什么说 这个气子争先 是一个令人很恐怖的 一节课程 就是这个想运用好 真的是太难了 是 那么我们回过头 来逐一分析一下 白棋这个时候 去扭断的时候 黑棋的整体的方向 是正确的 这边为大的方向 一定是没有错的 但是细节上 还是拿捏的不够好 所以黑棋还是应该 简单的错一个 这样白棋 不是那么好下 因为他 白棋如果局部 选择一个特别亏损的办法 那黑棋就落一个后手 也没什么不好的 这个时候就千万不要 特别的 意图不要特别的盲目 不要 我就为了弃子 所以弃子 这样的话 其实反而是 我觉得是不自然的 那么所以就此时 白棋 如果说你简单的 比方说你利一个 那我当然拐子就算了 我觉得这样白棋肯定亏了 包括我还可以吃 吃这个是不是目数好一点 那么此时白棋正常下滑 可能是打吃了再爬一个 是最为正常的下滑 那么此时黑棋想弃子的话 就简单的打一下之后 再跳就可以了 肯定比实战刚才那个图好 因为后面 三个子还被拔掉了 你想像这样 我就打不住就行了 就显然比那个图是明显要好的 这暂且不说 那么如果白棋打吃这个呢 黑棋就利 这边你不活 我们只有打 那么首先黑棋这一代 反击是可以成立的 因为反击之后 白棋局部其实是不活的 这个局部还没有近活 就算黑棋简单的拐一个 你站住 我再挡 你再吃 我再拖鲜 我肯定比刚才那图好 我想这是一目了然的 所以实战呢 其实黑棋 汪汉民 他的思路是很对的 这个是 这是前提 但是细节把握的欠加 实战在这里走完之后 尽管是争到了先手 弃子争先 这个目的达到了 但是他自身还是蒙受了亏损 细节上没有把控好 当白棋吃这个的时候 他这个局部不敢反击了 不敢粘了 对 因为如果粘的话 由于这个中间 我这长一下 这中间打了长 这边都是先手 我这一贴出来 这喊黑棋都要崩了 就这样的话 是黑棋不行 所以这个弃子的 第二层弃子的想法依然正确 但是手段又略显着 这个手法依然正确 这个思路依然正确 就像你刚才所说的 手法很拙劣 你是因为是 听出来的我的话 啥是这样的 还是因为你已经看到 更好的下法吗 看来是有更好的下法 其实不是跳一个更好一点 我发现你的棋 其实好像还可以 这我一说 你仔细一想 就对 就走出这个更好的下法 确实跳一个显然 是比打湿更好的 那么为什么呢 首先打湿 接下来白棋提 这个子的位置 肯定不如跳 也就是说白棋提掉的话 黑棋比实战 肯定要好了很多 那么同样的 黑棋如果这个时候 白棋拖先的话 黑棋粘回 这个跳和这个提 差的并不是那么多 我觉得跳还要好呢 为什么 因为你总是一样的 连木树都是一样的 我为什么不走大一点呢 我为什么要在这里提呢 我就跳这个 往外走 肯定是比这个好 肯定是越往外走 越好 这个思路应该是没错的 就应该是至少一样 所以这个地方 显然这个跳的位置 是更好的 那么如果说你要选择 搬各种这种下法的话 我就不用 我就是非常自然的 就把你吃了就行了 你这个局部你中文是亏了 就落个后手也没什么 就是我觉得一定要自然 兴起 那么实际上这个打吃的思路是正确的 但是手法是拙劣的 所以说这个 它反而没有取到一个 取得一个 这个黑棋理想中的效果 所以当黑棋这个大局观非常好的过来之后 这棋 其实黑棋的优势反而是缩水了 包括这部顶一个也是 还是应该不在这边 它这已经便宜了 不用再走 包括要走的话 可能跳起来也会更好一些 顶住并不好 接下来这个又一层 这第三层 走完这个里之后 我们可以看到 外围的黑棋非常薄 在黑棋这里打吃长出来之后 这个地方 其实黑棋又接下来是一层棋子 但很遗憾 这部是白棋 如果先点一下 可能黑棋就完了 如果跟这个这样交换的话 黑棋可能就完了 实际上白棋长 黑棋飞 白棋断出 这个地方是真真正正的 是被汪汉年大棋子了 想成这样之后呢 白棋是觉得下面这棋好像 吃两个 它感觉不是那么大 突然间在这一带是 有点丧失理智的感觉 在这里搬出反击 但这部棋还是应该简单的退 这样的话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我主要说就算正常跳一个 我把你这全都给吃的 还是挺大的 对你说黑棋一层两层三层 但是它终究它得获得东西才行 不能下的爽 你下的爽没有意义 这样的话我觉得白棋获得的东西 实在是太明显太锋芒了 这样黑棋应该是肯定不会好吧 我想 但实际上白棋搬起这样起 非常过分 被黑棋断一下 再跳出之后 这起白棋反而就不弹了 那么之前如果白棋能点掉一下的话 就可以把这简单把这张色 这就是我刚才说 为什么要先点一下的这个关系 而实际上是像从这个样子 白棋在这里小间 然后再点一下 这不点从后来看又是窥幕 再回去 写成大棋子 黑棋是一二三四 棋了四层 应该说是从整体的思路来看 黑棋思路都正确 但是整体的结果 我们可以看一下 白棋在这边取得了 从这开始 这十二十二三 二十七三十 怎么着 这块棋也小四什么棋左右 那本来白棋没几个木 现在五为了四什么棋 你外围得围出 正 照理来说 你得围出三十柔木 才能弥补这里的损失 而且你之前这个后世 包括这个就有子 你就应该理应有价值的地方 但是黑棋现在很难体现得出来 所以从整体来看 虽然黑棋的思路正确 但是由于细节把控不好 反而没有迎来一个好的结果 这黑棋还真是大方的有点过头了吧 对 大方的还过头了 那么所以说 我说这个棋子争先这个环节 如果说大家不能把控好细节的话 我建议还是不要太刻意的去遵循这条棋力 包括你也是一样 这个只要是把棋下的自然 我觉得就好 不要刻意的去追求某种境界 这反而有可能是 这个和这个真理背道而驰的 那么最终这盘棋呢 还是黑棋的 后来的场景 我可以再摆两步 就是把黑棋飞一下之后 在这里贴 其实黑棋肯定还是人家飞上面 这上面为大 然后白棋这个 但是这部白棋贴完之后 这部长是 转到不可思议的一手 被黑棋一震住 这明显应该跳嘛 这个是可能是 有些局限性的地方 最终这一带被刮的比较惨 白棋黑棋在这边拖了一家 白棋只有人 下成了一个看起来非常凄惨的形状 白棋两边两排 最终的场景 被黑棋围住大空之后 关子又是白棋明显亏损 最终黑棋四子又是胜出 但是我觉得 我想黑棋之前一定有更好的下法 可以赢得更为安全 更为漂亮 对 我有三点 想总结一下 你说吧 第一点 梦梦复盘的功力 真的相当厉害 不敢 第二点 有其他说我 说我是没看懂 还摆出一副听懂的姿态 我想问问大家 我演的还是挺像的吧 什么东西 我怎么没听懂 没有说我根本都听不懂 当然还是装出一副听懂的样子 这样 第三点是 其有总结的非常好 就是不明觉厉 其实确实想要 合理的阐述每一个局部 一朝一世都能够 这个拆解得特别清楚 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 但是大体的意思就是自然流失更好的 那么气子争先 这个只是一个概念 但是大家一定要慎勇 不能说盲目的去 刻意的去追求 这层意思倒是挺明白的 好 咱们这一趟 气子争先 这个环节时间有点长了 咱们就赶快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下一个环节 好 对局现场 我们现在是等待着YY的对局 现在的时间是20点08分 应该说确实这堂课上了 好像比以前的时间都要长一些 也是我不由自主的 这个就摆了这么多 对此请大家见谅 那么我看见有很多网友都在说 比如说逢危虚气 不危也气 这就是传说中的行与流水 那么黑棋专棋要是赢了 就是明局 没错 我想这就是从后面的结果来看 黑棋是最终获胜是成就了这盘名局 但是整体来看 它的不自然的地方 这是需要去总结的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找到YY的对局室 进入他们这盘棋的讲解 但是在哪呢 现在是在中国高手房554号对局室 请大家进入这个这个对局室 那么所以YY是和一位叫做鬼招的同学开始对异了 我们可以看一看对手的情况 打了一宝格 对手的情况在六段里的战绩是32上30副 看来是一位标准6D 那么最近的状态呢 是不是太好 近十一战是取得了四胜一负的战绩 应该说成绩一般 希望今天YY能够下得好一些 这期现在是对手使用了YY 曾经非常喜欢下的这个中国流布局 作为白棋的YY来说 今天能否取得好的结果呢 他是被别人以彼之道 还尸彼身了 看看他能不能 反而取得一个好的开局 这个鬼招同学说幸福来得太突然 这个希望你也能够下得出色一些 开始的这个定型显然是非常常见的 但相对来说还是有些不同 比方说这个地方是一个小木尾 并不是传说中的星位 这个没有被黑棋挂到一下 应该说还是有区别的 如果黑棋还需要拆的话 白棋的效果可能要更好一些 但如果不拆的话 这一代高位控对控守的并不扎实 所以这个结果 其实由于右上角的白棋是去点脚 而并不是拆边 白棋对时空拿捏的更好 这个其我个人觉得白棋现在形式是不错的 当然这种不错在业余齐迷的这个范畴内呢 其实可以忽略不计的 竖了直言的 我现在就形成了一个场面 这样我们可以看到左下的这个情形 原本是 如果是这个正常的中国流布局的话 是这样 黑棋走这个 白棋再走回来 然后黑棋再挂 那么形成跟实战这边一样的行星 这边我就摆成这样了 显然这个棋呢 跟实战相比 我们可以看这两个图的对比 白棋这个无有角 对于相对定而言 木树守的显然是更为扎实 而白棋这个而黑棋这个超大飞和这个大飞应该说差别不大 所以说白棋应该说说已经是取得更好的一个结构 而再看这个右上 白棋本身是拆边的回来的地方 现在是变成点角 那么对木树拿捏显然会更好 那么在这个外围没有 大家都没有太大的潜力的时候啊 这招其实走在了木上 而这招棋的超大飞呢 相对来说 它的效率没有那么高 也就是说这个不仅是左下的棋型 右上的棋型也是白棋面想要更好一些 所以正常来说这棋黑棋其实是有所亏损的 那么现在这个地方是双方要再打了一个定势啊 这个白棋脱缩显然是取地啊 很好的下法 白棋黑棋在这里走完之后应该是会拆边啊 应该会拆边这棋应该说还是处于一个相对均盛的局面 就像我刚才所说 其实这棋好好一些 但也只是好一些而已 好的并不是那么明显啊 哇 这个时候黑棋直接碰上来这条棋 嗯 这条棋其实合理拆边就可以了 因为白棋已经没有一个称二的余地了啊 那么这时候碰这个其实不便宜啊 这时候白棋下什么都可以 这个比方简单的搬了粘回也可以 简单的长也可以 激进一点 搬二路也是也并非不能考虑啊 包括加一个这种棋也是可以考虑的啊 这个增子好像我看一眼是白棋有力 也就是说黑棋长完断的话 白棋粘回 这个地方好像黑棋蒸不掉 所以其实这个时候白棋的下方很多啊 如果是黑棋采取这种下方的话 我告诉观众朋友们 这个时候就直接吃了 让白棋让黑棋把这脚穿了 再走到这边 这些黑棋是明显亏多 这局部啊 所以哎 啊那这个时候白棋就迎来一个机会 白棋搬二路的时候 黑棋其实正常下方还是应该长一个 如果白棋爬黑棋再搬了之后再退 是要好的 而此时黑棋走在着这个班主啊 被歪歪这个打吃啊 非常好的一步反击 这条棋 嗯非常好 形成这样的局面 就是刚才我摆的那个图啊 黑棋不便宜啊 黑棋明显亏了 白棋此时如果会的话 二路虎一下 然后在这上面就点过来 这个结果黑棋不能接受 这个棋是白棋好的结果啊 白棋便宜了 嗯 当然这边到底应该走哪个位置 其实我搞得不太清 这个点正还是是形状 但是由白棋左边已经比较厚了 这时候是不是要点 还是单走单纯的逼住 也可以考虑啊 那么现在我们来看一看 网友们有没有什么见解 啊 这个有位叫乌拉贵的同学 说这个YY肯定有进步了 再不进步就奇怪了 但其实平时好像 我跟他都很少能交流围棋啊 这只只能是工作上的一些交流 但是围棋的 这个训练的 其进步方面的交流实在是太少 太少了 包括他最近工作确实比较忙 这个下的棋也很少 所以其实你说他进步是肯定的 但是就像他这个乌拉贵自己说的 YY进步是肯定的 但距离九地还很遥远 这个是客观的一句话 也有位叫做天际之源的朋友说 莫莫还是不要过多的说应该走哪里 上函奇YY的对手肯定就是听着你的解说走的 那不一定便宜啊 那真不一定便宜啊 我是说说真的 这个 有的时候 你听了我的第一步也许是对的 但是如果说不能够继续贯彻的话 也许反而是亏的 这都是有可能的 所以说这其实真的听见我的这个 这个建议不一定是好事 那么现在这个有人说 哎 气子争先学到了 有人说外卫学会了气子争先啊 这个我们这 我们刚才看一下这个左下的骑形 就是如此啊 这个白骑是提掉一个子之后 争到先手 去攻击左上的黑骑 应该说是合理的下法 形成这样的局面之后 应该说白骑还是还是可以的 但这部点其实就像我刚才所说 由于场合的不同 或许这个时候就应该简单的逼住算了 或许应该这样 不给黑骑这个压低自己的机会 或许应该这样 但是这个骑确实很难讲 很难讲 白骑此时在这搬骑 黑骑正常来说搬白骑退 白骑取得这个实地 我们可以看到原本白骑是一个无有角 那么黑骑呢 其实是可以这个简单的啊 简单的拆边的 这样的话 白骑这无有角和左边的黑骑这个边呢 价值基本上是相当的一个局面 那么实战呢 想成这样 想成这样之后呢 黑骑在这边取得了一定的目处 正常说黑骑搬一步 黑骑取得在十几目骑 十目骑撑死啊 爬一下 这最多十目骑 那白骑在这边呢 十十二十三十四十七十八 爬还先手十九 这一出一入黑骑白骑比黑骑多了 快十目骑了 然后黑骑就要骑着浮起来了 它是一块无根的骑 尽管不能说太薄 但是它将来 比方说 举个例子 就比方说将来 比方将来 白骑在这边飞过来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看到 如果说黑骑有拆边的话 黑骑完全可以置之不理 但是没有拆边的时候 它中规是要走骑的 中规你是要花手术的 有代价的 所以说黑骑这段骑的日子 显然是没有刚才好过 包括墓书上的损失 这一串显然黑骑是有所亏损 而实际上 此时黑骑断这个事 很过分的一手 此时白骑选择了诗下的 也未尝不可 但是不是最严厉的反击 此时白骑斑过是最严厉的反击 黑骑这一段是指老虎 可以说是瞎下的一步 可以这么说 这扳过之后 这一手旗本来墓书就特别大 那么此时黑骑断一手旗 在这里扔了一手旗 这被扳过之后 你这一段还出不来 你在这出 白骑都提成这样了 这么厚 那么正常来说 黑骑还是只有这样下 那等于说这个断和这个扳过的交换 这墓书损失一大把 这黑骑就亏多了 所以说此时当白骑断这个时候 黑骑断这个时候 白骑斑过才是最为强烈 也是最为合理的反击 当然这样的话 其实黑骑就便宜的也有限 断一下机关来还是便宜了 但是它终归是一个 有限的墓书上的便宜 只要歪歪记住压的时候 能够跳出别硬的话就可以了 但是黑骑可能也不会压 此时黑骑我不知道对手 是不是想要这个听我的想法 此时黑骑其实简单的在下边 把这个地方搬起就可以了 搬起还是不错了 白骑如果从这个方向走的话 黑骑自然乐意唯控 这一出一入围的这么大 那么白骑正常来说 肯定是得往外走 拐出 不能够损这种 但这样的话 黑骑也算是正常的加强这块 尽管白骑这种骚扰 也让黑骑很烦 但是中国这一代也获得很大的利益 这是黑骑应该考虑的一个下法 现在黑骑进入长考 我们来看一下网友怎么说 这个我的电脑屏幕 我看有人问 有人想让我评价一下 这个现实中的段位和一成九 大概相当于现实中的几段 这个我搞不太清 比方说我自己 你也可以收拾一成九 对不对 跟很多的旗友们都是一样 我们都是一成九地啊 但是我想还是有所区别的 我觉得我最强的一成九地 让最弱的一成九地丧死 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这个就是 嗯 我想其实是可以有待改进的一个地方吧 嗯 有人说这个 有位字母哥同学说 这个想不到反击 那么 孟孟该反过来加强歪歪力量了 这句话其实说的很中肯 力量才是这个生存的一个根本啊 我觉得 因为因为你甭管 你再怎么讲 你布局的这个境界也好 官子的收束也好 它固然重要 但是最重要的一个环节 肯定是中盘 中盘这一绞杀的结果 直接就决定胜负的啊 所以说这个力量是这个生存之本 那么现在的 几乎所有的年轻骑手的力量都不差啊 但是这个环节就恰恰是老师很难去教的 因为这个环节只能 很多时候只能靠自己的努力 自己的训练 才能够逐渐的提高 逐渐的进步 有人说可惜孟孟没肌肉了啊 这个可能这个意思就是说 我这个棋风是比较偏重大局的力量 好像是一个软肋啊 我自己是确实是觉得自己是大局型的棋手 但是相对来说力量也并非很差 至少在年轻的时期的我 那肯定是一个力量型的棋手 年轻时期的我这个习的口味是非常重的 这棋满盘不杀个昏天黑地的 绝不罢休是绝对不过瘾的 那么只是由于年龄渐渐大了 所以说才走进阶路线 但是这样杀起来也 也还是有两把刷死的 那么现在双方应该说是下了几步棋 我们还是回到他们的对局现场 所以黑棋就确确实实在这搬了一个 但是在这搬之前的黑棋在这边上跳了两下 上跳两下这个时候白棋唯控是不好的选择 此时这种跳出才是可以说是要点 因为肩下对于白棋来说其实没有压力 黑棋这条棋紧紧是在破掉上面白棋的潜力而已 但是下面由于有跳的存在 其实这条棋的黑棋实地并不扎实 比方说这种随便简单的靠一靠 黑棋就非常烦 你搬这个我就连搬下去你肯定不行 你搬这个我就连搬下去你依然搞不定我 你吃完之后你只有沾回去 否则我这吃你就漏了 你这样就被我吃出 显然黑棋崩溃了 所以说靠这个时候 因为黑棋退这个还是被白棋搬过来了 所以黑棋只有退这个 黑棋要走的话只有退这个 那我再简单的比方说就算简单的靠了长 你这个时空也是大幅缩水只有二个空了 这样其实价值非常的大 这样应该是白棋明显好的棋 总是这样 比如说你走了什么 就简单的唯控吧 或者说我这一代我先去什么 就最简单的调一调 限制你控之后回到这里把这个搬过 白棋实地应该说肯定是比黑棋不差的 实际上这样的话这个结果不好 这个搬头是最重要的一个环节 黑棋白棋反搬 被黑棋连搬这个地方的棋形 白棋也并不好 此时白棋 哎呀如果是高手的话还不担心 但是前歪歪这个 我对他没有太强的信心啊 此时白棋跳一个 我想这部棋其实已经是出乎我的意料了 我没有想到歪歪能够下出这这手棋 这个思路是值得提倡 值得表扬了 尽管他还是应该有更为 此时正确的下回是更为跳跃的思路 但是我觉得有这这手棋已经不错了 那么如果此时白棋再退这个的话 这被黑棋压住 这棋没法看了 这就可以字了 就马上挤这个都是先手 白棋就可以字了 但白棋死是应该管这个 如果黑棋挖吃的话 这些都是后手 可能这个思路是更为跳跃的 很难去 白棋确实很难走的出来 这个是需要很高的水平才可以做到的 但是思路上讲是应该这样下 而实际上这被打回去了 白棋中归是亏损 那么从这一代的下法来看 白棋肯定还是应该拐了拐 他再点过来 这样才是更为合理的下法 黑棋打吃白就粘住 这种小便宜无所谓 可以给黑棋 只要不被黑棋在这代起锅为控 白棋会满意 那么如果随着黑棋粘住的话 这被靠下 这期瞬间就 黑棋就拿不住白棋了 这样黑棋就完了 所以这个拐头才是 避免和黑棋纠缠的一个好的下法 这是值得提倡的 那么实战形成这样的局面 其实白棋中归还是有所亏损 有叫子洛有声的朋友说 梦猛最新外号 梦但是 好像我确实比较喜欢说但是 但是呢 我说但是还是有理由的 现在黑棋再一次的进入厂考 看起来就像刚才一样 黑棋似乎 像是希望得到我的建议 那我还是自觉的看一看网友的聊天 有叫秋刀鱼的朋友说 跳 某本书上叫做猴子翻山 白棋跳这个猴子翻山 这是什么意思 这是我暂时不能理解 希望接下来听到 得到你的回应 有个叫一 有个奇友说 好多年以前 亲耳听聂岳平齐盛 称赞过我 某某的快棋 某某是不是曾经在电脑上待过 我确实在电脑上待过 但是我怎么不记得 有聂岳曾经称赞过 称赞过我的快棋呢 这个我是一点印象都没有 还有人这个敏日的观察到了一个细节 说这个某某的电脑时间不准 快一些 没错啊 我现在电脑时间照正常时间 好像快了八分钟 不知道有没有人对这盘棋 进行这个评价啊 我看一看大家都怎么说啊 小某某说猴子翻山啊 还是有很多人说 说比如说有人说 呃 某某刚才歪歪那二路没有搬 而是二路打 这差这之间差别 有没有半子的水准 就是刚才白线没有反击的一个地方 我觉得可能有两子的水准 说实在 我觉得可能有 他需要呃 再长进很多才能达到刚才那种 就是呃 一眼就能看得出最强的反击的这个水平 我觉得这之间他走很很很长的路才能做到啊 呃 也有人说歪歪能把下面黑空洗了 洗就大涨了 那么这个实在太难做到了啊 黑洗应该说下面这块实力基本上已经 呃 确定了啊 嗯 有人说我依然很年轻啊 也是暴力型的棋手啊 呵呵 包括有叫绍康的棋手说 某某知道彭老师怎么说你的吧 我我肯定我当然知道了 我跟他队友能不知道吗 包括像连校啊等等队友评价 我也都知道了 呃 这都很正常 我们之间怎么评价都无所谓都很正常 包括我自己对自己的评价 和别人对我评价肯定是不一样的 我想这也是呃 情理之中的事情 因为自己评价自己总是很难的事情 那么别人去评价我的时候 我去我个人觉得其实还是呃 相对于我自己对自己的评价可能是更为真实的 我觉得他们可能是站在一个更为客观的角度来说 但是也有一点的例外 就是我最近的旗下太少了 包括平时的训练量也不大 跟他们的接触也比以前少了很多很多 所以他们对我已经没有那么了解了 我想这可能是造成他们判断有差异的 和我的自己的判断有差异的原因吧 呃 也有人说我这个缺点是缺少这个舍我其谁的霸气啊 嗯 这个说的是有道理的 但是有的时候这种霸气其实通过 其实通过啊 其实是需要通过成绩来建立起来的啊 如果说你有好的成绩 那么别人看起来看你的时候就觉得你会有气场 你会有霸气 但如果说你什么成绩都没有 其实你本身真的是特别有气场 可能大家看你的时候都不会这么觉得 嗯 好吧 现在我还是来回到这个 他们的对局现场啊 看一看他们的评价 哎 这时候这个骑行非常之 诡异啊 黑棋此时在这个地方是 倒虎 这部诡异的下法 但显然这场骑并非好手 所以黑棋最简单的下法也是最好的 就粘住即可 粘住之后 这个白棋在这个局部应该说已经 呃 不好下了 这才是本型啊 那么实际上这样的一个交换 其实黑棋肯定还是亏了 黑棋虎之辈打回去 这这这白棋对中间的帮助 显然对黑棋 显然比黑棋的骑行的帮助更为大 因为白棋本身这个地方 他其实你粘住将来白棋虽然是有冲断吧 但是由于这个字白棋还没有来 完全救出来 黑棋根本就不怕 而且此时白棋冲断出来 显然是就又把自己多走出一块棋来 显然更亏损 包括走着走着这个下面啊 这个由于这个好的存在 这个团都成为了先生 白棋其实反而是得不偿失的 也就是说 其实将来 如果你粘住之后 将来这个地方 啊 黑棋跑 其实白棋很弹的 黑棋白棋如果吃下面 它上面就没有东西了 你如果粘住的话这个团是先手 等于说我 无形之中就把你这个搬过给预防了 可是现在随着黑棋的这一壶 什么都没有 各种味道 各种手段 其实都消失了 这样的话 白棋再跳下去 应该说白棋取得了很好的结果 但很遗憾到黑棋点的时候 白棋粘住好像并非好手 可能还是应该简明的 在这边靠出各种腾挪方位上策 但是确实取得了一个意外收获 就是粘住的时候 黑棋粘了一个质量器很臭 这个明显应该爬过 这样的话 白棋这个地方被点到 好像还是黑棋便宜了 这个点其实是比较好的反击 但显然这部粘住并不大价值 因为白棋不会在这里粘了 这一代白棋不会再走走了 这个地方只是几目棋的价值而已 白棋此时当然是要走在外面 把这个 这块棋主要是做活 我觉得白棋基本上就能够拿下本局了 因为白棋做活的同时 一定是活在了黑棋的空里 一定是活在了黑棋的势力范围之内 包括往中间走 往下面走的时候 要么就是破了你下面的空 要么就是你破了你中间的潜力 我活棋的同时 我一定是走在了有价值的地方 所以这个时候白棋只要把这盘棋做活 应该说基本上这盘棋就可以拿下了 看完了的这个棋 能否这个下出来 只要你别沾这个 其实说什么都行 只要你别沾这个 说什么都行 挡下 我觉得你也可以下 但是挡下可能更为激进一些 就万一死了的话 就不好办了 但实际上靠这个显然是非常好的一手 非常棒的一手 这样只要把上上棋做活 黑棋纵然 就算能够把下面围住 黑棋也不会够 这棋 因为此时白棋在这边 比方说爬一个的先手 这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三三十十五 就包括还有搬过的权力 就基本上折半计算 十九二十八三十八三十四十 加上这上面的潜力 四十五五十加上面的潜力 黑棋把下面围住 白棋把上面围住 白棋有六十多木棋 那么黑棋这这块棋 二十就算全围住 也就是三四十木棋 加这个五十木棋 加这个潜力 就算六十木棋吗 就算是六十木棋 也是一个盘面屏幕的状态 白棋想赢 总能赢了 所以这个时候 白棋只要做好这套棋 形式就非常好 那么现在我看到 这位对局者说的一些想法 他说一直没有机会 让职业的讲棋 今天按照自己的下 看看到底是什么水平 我觉得鬼招 你的这两句话 我觉得是非常正确的 走自己的路 不要听取我的建议 走自己的路 看看自己到底是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水平 我觉得这个想法是非常正确的 就目前来说 我觉得你跟YY相比 可能布局上 好像YY似乎要少占上风一些 但是到了中盘阶段 可能就没谱了 期待你俩都能有精彩的发挥 有个叫梦的光点 同学说 泰哥给给我们这种想学习的少年棋手一个机会 那是什么机会 现在白棋压这个 黑棋怎么去进攻白棋 其实白棋这部压还是有点没走开 这其实压一个当然也不是坏起了 但相当来说可能往中间这种大跳是更为稳妥的 这样的话白棋肯定是好 白棋肯定优势 那么现在就看黑棋怎么进攻 这个地方如果黑棋还需要硬的话 这黑棋可能就要完了 但是我话音未落 黑棋就硬了一个 应该说这个是白棋非常喜欢看到的 白棋就简单的往上面走一走 跳一跳 这个把自己做活就有孤了 这棋 他这个方向可能还是不如左边一路 但是这种细节上的区别没有那么大 至少他方向是正确的 这个是可以的 这种细节差别是太小 那么接下来 黑棋怎么进攻白棋就很贪了 那下面这个时候黑棋如果是拐回这个的话 其实价值还是非常的大 这个挡的目数非常大 但是这你挡到之后顺势顶一下 这反而我的眼型非常丰富 然后在这边比方说随便飞一飞 破掉破破你中间的潜力 自己还能围个五目棋 这棋 这黑棋这块棋 二十二三十四十四十一四十二目棋 加这个五十二目棋 这也就是十目棋 加这个潜力 白棋五十二十四十五十七十八 二十八二十三十三十一 三十八到这三十八 四十三 四十八五十三 不算潜力双方排名差不多 你的潜力不算我的潜力不算 双方排名差不多 但显然白棋潜力还比黑棋更大 这棋 就是黑棋已经不太行了 但这个时候黑棋还是从这里飞出 但这个其实方向黑棋是不对的 方向上黑棋应该往这边走 这种大跳一跳 因为这种棋 因为攻击的时候 我们需要注意的一点就是 千万不能操之过急 攻击并不是吃棋 所以说你攻击的时候 一定要把棋子走在有价值的地方 才是合理的攻击 那么此时这招当然是有价值的 一方面扩张自己 一方面倾销掉白棋的眼位和目术 保持对白棋的压力 这招其实非常重要的 非常大的 而此时飞这个 除了分段白棋的用处之外 其他是没有的 他对潜力 目术 眼位 各种地方 其实都没有太大的影响 所以这上棋 其实并不是攻击的好的方向 白棋飞过来之后 好像这个YY 现在是越来越擅长 现场下棋了 因为现场下棋的时候 他对这个棋 他的想法就会少 他就会觉得做节目 就尽量选堂当中的下法就好了 不要有太大的纰漏 这个想法反而是给他带来了一个 好的结果 此时他棋下的反而是比 平时他下的还要好 而这个地方白棋 黑棋点进来 其实是非常过分的 这样其实不会成立的 此时白棋最强烈的反击 就是最好的 这黑棋 最多是一个双活局部 你并有还可以断一个 这断一个又是好手 这经典好手 黑棋如果退的话 白棋搬这个是先生 黑棋如果打实的话 白棋打了打这个是先生 这局部 白棋 如果是我的白棋 我就直接脱签了 黑棋拿白棋 好像也没有太好的办法 局部 你全部算你走到 这期全部算你走到 这个结果也就是一个万年节 所以根本没什么 所以这个点其实不成立的 白棋只要最大限度的挡住就可以 实战 其实这样的局面 白棋其实不便宜 但是即使这样黑棋也没什么好 白棋此时简单的搬一个 或者简单的冲下都可以 黑棋这都是纸老虎 白棋中间是活的 你搬我就坐眼就可以了 你如果往这边走回来 我就立这个就可以 这都行 只要硬就行 但这种地方歪歪也好像 有位叫做 有位从来说 歪歪下中国流长大的 这个死活清楚的很 感知不起 他确实也是考虑了很长时间 搬一个 没有问题 这种地方黑棋吃不进来 其实黑棋如果吃 如果吃这个 白棋可以直接捞进 黑棋这都不是棋 如果吃这个的话 其实白棋此时团一个 好像是最好下法 好像暂时没有什么关系 此时黑棋从这边过来 从这条棋下得非常好 从侧面也是凸显 凸显了这部棋的白棋飞 好像还是应该往这个地方飞 应该远离一下黑棋这边 可能是更为严谨的下法 实际上走这个被黑棋点到这里 反而是有点难受 随着白棋就是最好下法 确实搞不太清 应该下哪 贴出好像还可以 贴出好像还可以 贴出好像比挡回要好 好像是最佳一手啊 这个万老师这部棋的贴出还是下的不错的 那么黑棋顶 黑棋顶这个好像很强硬 但是白棋就简单的跳出就行 不用理睬 这个就扬长而去嘛 显然这个也是没有什么难度的 我觉得应该能下得出来 我觉得扬长而去就好 实际选择长一个略显笨重的下法 肯定还是不如跳 这个地方是很明显不如跳 但是终归他的方向是正确的 那么此时此刻啊 YY同学应该说经过了这一段时间的训练 我去 无子其申请 经过了一段时间训练 应该说这个他的境界上是得到了很大的提升 但是从细节的角度来说 这个这个我没办法帮他 只能他自己的努力吗 呃这方面还是要还是要走很长的路啊 这个平时这个工作的繁忙的工作之余 还是得多多训练啊 长一个方向正确 但是他终归是太笨重了 这显然是应该跳啊 能跳的地方一定不要长 哎此时这个好像有很多人 这个开始就邀请 对我申请这个无子其对局 这我 小声拒绝啊 这实在是 不能忍啊 现在黑棋把这扳回 应该说黑棋这个点呢 还是有收获 这一带还是可能会围出一些墓术 这个点确实是好奇 但白棋此时也不用担心啊 就简单的我这边靠一靠 就把这个棋走好就OK了 优势呢 还是明显优势的 包括这时候真的你觉得 这其实就完全不担心嘛 就挡下 这可能就一击之命啊 这张棋挡下本身就特别大 包括还有眼味的关系 你从这边走就搬了一虎 这一带黑棋自身还挺 欠挺多东西的 这样的话好像更是 如果是我像的话 我肯定就瞄挡了 对不起 肯定是最大的一手 这样应该是肯定白棋好 只要不死心 白棋肯定赢 看看这个白棋 我还是稳劲了 还是靠回 可以啊 这个大眼 这也是正常的下反 黑棋此时再去分段白棋的话 就方向不对了 因为你此时你再分段 你比方你简单的 搬我就退嘛 这时候连搬反而不如退好了 然后你就再粘住这里 你就走的都是单关 我就在扬长上去 你走的越多 你亏的就越多 所以黑棋这个棋肯定都不是棋 所以黑棋跳这个 是很强硬的一手 但是这种棋是黑棋 理应获得的便宜啊 白棋不用 不用觉得惋惜 这都是正常的先手交换啊 接下来黑棋 当然白棋也没有什么办法 白棋这个头非常非常硬啊 这边还马上就要联络了 离家也很近 包括局部应该还有眼味 整体上看 黑棋想吃白棋不可能啊 这98硬住也是正常的 那么黑棋再退这个 其实都是单关了 白棋 火 万亚老师这棋太狠了 这招棋我觉得实在是 不像他的风格 可能他觉得这木太大 还有眼味吧 但是他终归 有点风险 这个时候黑棋肯定是要吃白棋了 但感觉 万老师这盘棋下的还可以 下的很快 首先 现在还有四分多钟 可见他这盘棋很在状态 还剩下两次多秒 万老师下的很好 他是不是听到了 我刚才说这个挡很大 不过他刚才靠这个的话 从这个思路上讲 我以为他不会再挡 他没想到 他还是挡下 看网友怎么说吧 有个叫本首大雨 同学说 孟猛 你的网络自然解说 你的盈棋 我都看过了 就是不太敢看你的书棋 你自责太磨叽了 请棋里面多多包涵吧 我想任何一个棋手 当他面临迎棋与书棋的 当他面临书棋的煎熬的时候 总会不由自主的 会用一些自己习惯的方式去发泄的 那么当我输棋的时候 我会去自责 我会去这个怎么怎么样 包括这个去骂自己等等 我想这都是一个正常的抒发的过程 这是很难避免的 然后到然后迎棋的时候 那显然就非常兴奋 非常开心的 所以这个造成了如此大的反差 我恳求其民们对我原谅 但同时我也想说 这真的是可能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想说都包涵吧 好吧 我发现我这个用的滚平 有人说YY4D就想冲酒 我觉得YY的天分不是一般人 其实我觉得任何人 只要是有系统的训练 和良好的心态 凭借自身的努力 肯定能够取得 旗艺上的长足的进步 有人说这个梦梦有的时候性格不太稳定 尤其书期的时候 有一次书期都没复盘 还是刚才的问题 这个其实 尽量尽量那个什么吧 包括最近柯杰也很自责 有个叫志强志达的同学说 最近柯杰也连出了三盘半幕 在他的自占解说当中 也是彻底的发现了一下 我觉得这都是好事 年轻 就是会有这样的失败的过程 只要是过去了 积累了经验 增长了自己的能力 那么我想这终归是一件好的事情 好吧 现在还是来回到他们的这盘对局上 此时此刻进行了几手棋 我来看一看具体的进程 白棋把这个挡下 黑棋压上面的时候 白棋不硬了 这招棋很意外 没有想到 Y老师竟然是选择了抽签的下巴 看着他是觉得形势不错 才会这样下 但是这个扳头确实很大 然后马上白棋在这里扳毡收官 这个扳毡确实很大 这就是党的价值 扳完之后 这一带有着一些恶的味道 比方说最简单的 我在这里一尖 黑棋脱线 不告诉你走什么 我在这里一尖顶 这一带将来黑棋很难受 立这个是可以成立的 白棋断是被扑死了 不行 但是白棋死了可以虎这个 这黑棋有点弹啊 只有打十 我再度过 等于说先手定性成这个样子 白棋获得了木树上的收获 而且这还是一个简单的草图 黑棋白棋甚至还有更好的下法 所以黑棋想在立下 这个就跟刚刚摆的一样 但是我刚才那个是随便摆的 这样其实也不知道好不好 但这个确实大 如果是我的话 刚才肯定还会把这个藏出来再说 这太大了 此时被扳下来 感觉这个形式是不是有所接近了 我判断一下 这些正常下面白棋算跳一下 扳一下 这块五目六七 八九十十一十二 十八十二十二十一 二十三三十三 四十目七四十五目七 黑棋十 二十五吧 就算三十四十 三十四十三 看来白棋好还是要好的 其实白棋跳 硬住没有病 黑棋挡住的时候 可能打拔这个更大 我感觉 可能不要硬了 这一带的木树其实不是那么大了 打拔之后 这一带还有加进来的鱼位 黑棋将来还要提防 白棋直接粘 这也很大 但这个爬更大 这个黑棋还是可能还是得挡 这个挡 白棋打拔可能才是正确的思绪 此时被白棋爬到这里的话 黑棋其实还是木树有所亏损的 接下来黑棋跳 白棋就简单的就算尖一个吧 可能有点可惜 但是可能没什么办法 出头好像不便宜 出头好像不是很便宜 还是正常的猥琐 坚活算了 粘住它确实也很大 我们可以看到 粘住之后右上角的黑棋 白棋有点苦闷 但它终归是爬一个也很大 而实际上黑棋此时点这个 好像不是好棋 白棋首先这个时候挡住就可以 棋次好像压一个是更好 压你只有斑 我再拐回 这个局部已经活了 那么活的话 这个棋反而黑棋就不如单跳 因为压的时候 白棋黑棋没法反击 爬的话直接被搬色 黑棋没有办法反击 所以说这个白棋 黑棋这个点反而还亏了 有人说这个黑棋太麻木 没有力量 更没有胜负感 其实这个棋 黑棋下的也是中规中矩 没有说很差 只是可能开局并下的并不好 所以导致了后面的进程有点被动 一直是有时空上的劣势 黑棋一直都没有抬起头来 我想这都是正常的现象 但确实可能 从从白棋的进程上来看 我觉得歪歪同学好像不比对手差 这时候白棋除了拐 没其他下法 只有拐 拐黑棋 这是唬住吧 白棋打可能打不回去 但是就紧张跳出来就可以了 这个棋 黑棋走的地方都没有什么架势 白棋显然是可以满意的 斑上面 这步棋 过分的一手 非常过分的一手 不好 有人说 梦梦说黑好扯淡 我一直都说的是白好 不要忽悠大家 不要忽悠大家 我可没有说过黑好 现在白棋搬这个非常强硬的一手 但是他终归不是好气 黑棋还是虎了 黑棋还是错过了一个机会 这个时候应该说白棋搬的时候 黑棋可以爬这个 这可能外来忽略了一手 这样的话 白棋就只有 黑棋只有转换了 黑棋顶在这里的时候 白棋这边 没办法断了 断的话直接被断死了 这一弹直接被扳死了 不行了 所以这时候白棋只能去脱签了 就比方说 如果要避免打劫的话 可以尖一个 黑棋如果粘住的话 白棋再回到这里断 黑棋就断不死白棋了 但这样的话 这个转换 黑棋的木树上面获得了15木以上 包括破掉白棋的木树 相对于这个而言 显然白棋还是亏了 所以这个爬才是合理的反击 而这个时候 这个局面出现了一点意外的情况 这黑棋在这里搬一个打僵肯定不是好棋 所以外面拍上去 这条棋非常的强硬 但是这条棋有风险 黑棋肯定不会简单的沾上 简单的沾上是安乐死的一手 靠入 这部棋确实也 也比沾上好 但是他 但是他好像白棋是可以忍耐的 白棋此时 还是 有没有可能提这个 我还是真的搞不太清 哎呦 万老师这棋下的好啊 我这还没说话呢 他就把这个提了 可以啊 万老师这棋下的 挺挺厉害的 这不是 提这个确实 如果是白棋 如果是黑棋冲这个的话 如果黑棋冲这个的话 白棋提这个好像比沾这个架子要大 我去 但是再提这条棋不是起了 这个提是随手棋 你应该简单的把这个搬过就可以了 你再提 你提的越多你越亏啊 你将来把这个粘住的可能性给卖掉了 这提不便宜啊 但是总体来看 白棋能够有提这个的感觉 其实是 呃 是不错的 值得提倡的 但总体的下法来看 其实从打赤开始白棋还是亏了 白棋还是应该粘住 白棋的反击是亏损的 黑棋中归他是 呃 提掉两子 还是比单纯的粘回要好得多 因为白棋粘上了黑棋也需要补断啊 这个有一段 白棋大不了再回去补嘛 中国是比这个结果要更好啊 实战形成这样的话 木树上还是黑棋便宜了 那么接下来这个扳过是比天还要大 不管怎么说都要抢的一步 如果是扳过的话 正常扳过 10 十二十二十四十四十五十七十八十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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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三十二十九三十三十四 这一代还有先手 三十四三十九四十四十一 三十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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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八十四十九 白棋大有五十五区左右 和棋十五二十五三十五吧 这块三十五 四十五十五五区 这棋好像这棋已经要坏了 白棋已经难言难言乐观了 这一代木树损伤还是很大的 本来这个地方 因为白棋提的都是干子嘛 本来这个地方白棋可以粘住的 这都是白棋的木啊 黑棋实战这一出一出差了十几五棋 这边就差了几五棋 这还是明显亏了 这棋现在很难说谁好 我需要细致的判断一下 接下来白棋 这爬了斩着是先手 黑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十一十二 再十三木树可能有 十三十九二十三十二 三十三十四十五 三十四十五 四十五七强一点 五十三四五 这拐巨大 这搬这前可能还是应该爬一下 现在是非常细的局面 非常非常细 白棋此时需要打起精神了 兢兢业业的收关 非常细 但是感觉可能还是 白棋稍好 因为这个地方白棋 由于这一带有冲毁 白棋这一带不止五目棋 至少得有六目棋 一些细节上的把握 好像白棋要更好一点 但是这个歪老师 棋太粗了 爬这个 爬这个明显见效 这让棋明显的太 这关子确实 亏的还是比较明显 这让棋爬也明显不好 将来白棋粘住这里是有价值的 白棋比较脱线 白棋冲黑倒的 白棋可以贴这个 白棋黑棋拐不下去 所以这个地方 白棋爬是亏的 而且本身来说将来白棋要走的话 就应该搬站这边更好 实际上你爬这个这边一扑 别硬了吧 提掉也行 提掉黑棋打吃 又被扑了一下 别粘了 至少不要粘了 将来从这边搬粘 还算亏的有限吧 但终归是亏了 我这个粘一个实在是 就为什么一定要把这个走掉呢 我就不太懂了 这种次序 这是很亏 这种其实 首先它有可能是劫财 其次它黑棋不可能去逆收啊 这个地方你将来走随时都能走到的 白棋不要再粘掉 这粘明显亏了 这样形势可能会越来越被动 哇 此时白棋还是不紧不慢啊 这个时候白棋应该往前飞啊 可能还是不差的形势 但是也谈不上好了 可能 在终归是应该这么下 这棋还是非常细 但是肩也太缓了 这个太缓了 黑棋飞一个 黑棋飞到不见得是好棋 这白棋有退这个的可能性 白棋退这个 黑棋有点难受 哇 白棋贴这个 这下的都没下到木上 这个地方显然是愿意起手的软肋啊 手关确实是愿意起手的软肋啊 这种地方往往会比较失亏啊 这都没有什么木啊 团一个 团一个是双刃剑 团完之后黑棋都破掉白棋一木棋 但这一代将来可能被加进来了 目前来看团 其实反而亏了 就看以后双方到底谁能够走到这个 现在是极细的形式啊 相比于漫长的手关 我可能更愿意看一下网友们的想法 此时形式判断 有人说此时形式判断是黑棋领先啊 确实上面由于白棋的亏损之后 这棋已经变得非常的细了 上面首先黑棋压了 搬下去价值非常大 然后又提掉白棋两子 整体上看白棋亏损严重 但此时还还不是说是特别悲观 还是气体 只是白棋的优势已经是荡然无存了 有人现在在说我的晚间的扫雷行动 是每周五的晚上进行 应该说现在开展呢 也是我觉得也是很不错的 大家和我都是互动起来 效果也很好 包括上一期的这个节目啊 既然有一千多人在看 我也是很惊讶啊 这个晚间的节目很少有这样多的人数的 包括今天歪歪充酒 今天好像人数也没有那么多 但是虽然以前往往 往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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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 一位叫中立的习友说 官子的确是业于其手的大问题 那么感觉科老大三盘半目也和官子有关 官子不能凭感觉下 确实平时的训练非常重要 也有个习友问 长齐力是实战重要的 还是死活级重要的 那肯定是都重要 但相对来说 可能实战是最为重要的 下棋 你没有实战 何来下棋 所以永远都是下棋是最重要的 你甭管其他的什么复盘也好 打谱也好 做死活也好 他们固然是很有效的训练方式 但是如果你没有下棋的话 就没有了意义 有人说 为什么今天看的人少 是因为这两天的股市都跌了 大家都借酒消愁去了 是吗 股市跌了 这我不太清楚 好 我们来回到这番棋上 双方进行了一系列的收官 这个场面好像跟我刚才看到的 也有很大的差别 黑棋此时藏一下之后 在这里是选择了吃掉的下法 很大 白棋在这边走 也正常 黑棋肩肯定还是应该拐住 我此时白棋拐这个 不大 价值不大 这段也挺大的 这时候我再判断一下 我就不 我可能也要变得这个 理智一点 就尽量不要去深究他们的官子了 判断判断形式就行了 47 53 56 657 黑棋不到一点 12 3 45 6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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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10 10 10 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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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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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极细 依然是极细的局面 应该黑棋稍好一点 毕竟官子的角来说 这个黑棋可以说 几乎可以说是收到了每一所大的官子 这一代把白棋全破光了 上面还自己提了两个棋 还含了白棋两个子进来 这一代木树 黑棋得力非常大 这右上去把这个粘住也粘了 这价格也很大 左下呢 把这也拐了 这一代围了 竟然围出了15木齐 这也是跟我的刚才的判断 是相差很大 整体上看 这个黑棋是明显 官子上是偏硬 但是好像黑棋 依然未必好 可年之前的白棋优势很大 那么此时黑棋点这个是不成立的 白棋 可以挡死 挡死 黑棋不行 我就全部硬住你 你就死了 这样黑棋是不行的 这样你打着拨跑 这个是带响 这黑棋反而还亏了 这点一个不成立 挡死很好 这样的话这黑棋反而还亏了 这点一个好像 此手一出 这棋是不是白棋 心事要好过一些 比刚才肯定要好一些 但是这个亏了也有限 因为正常说黑棋 秋冠肯定是往上尖一个 白棋 白棋可能盯这个 确实还是亏了很明显 可能亏了两目棋以上 这样的话这番棋依然是非常细的 这个段其实太大了 之前歪 歪这部拐 其实亏损的可能 这部白棋的拐 亏损的不见得比黑棋这个点多 这个时候明显白棋应该往这边虎或者飞 虎好飞好不知道 这样把这个头封住 把这个救回来 这本身已经一二三四五六七母齐了 加上这中右边的利益太大了 包括将来这个挡了 粘回都有关系 等等等等 这棋这段子太大了 想象这样的棋 黑棋其实亏损的极为有限 这个点 现在非常细 可能还是 可能是 由于这个点的原因 可能是白棋稍好一点 一二三四五六七十二十六 十八二十八三十 三十六四十一 三十四十四十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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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 五十三 大概六十五七 黑棋十先生 十三 六十二十十四十二十二十七十二十二十二十七十三十三十四 三十八十四十四十四十五十四十四十八十十七十五十五十一八十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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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六十六十七五七 其实太细了 这实在搞不清谁赢了 可能白棋烧好这种地方可以点进去 这些地方都是黑棋需要嵌木的 这种地方将来白棋点一个 黑棋吃不掉白棋等等等等 这种地方白棋的木数要多一些 当然在点之前白棋要注意 这下必须得打掉 不打的话是点不进去了 别超时还有最后一次不要超时 因为有僵可打 你这种地方打吃都是僵 用量冲一个这种地方都是僵 其实这个时候 这白棋是可以说有这个一举获胜的机会 就是死的加进来 这个冲好像是在打僵 但是这个时候好像还有十秒钟 不急 但是细节 只是白棋可以加进来 加进来是极锁 黑棋班是不成立的 被冲回来 只是白棋 黑棋只有硬住 白棋再顶一下 这一代木数还是明显便宜了 如果Y老师能下出这个的话 基本就赢了 便宜了好几木 可能其实也就便宜了 以不起 皮掉成为线手 但中国是便宜了 此时这个 我老师点这个 这可不一定能成立 我可以压力 长输一口老气 这太凶险了 我发现咱们一月骑兵之间的罪局太没谱了 我刚才发现 白棋不需要打掉这个就可以 就可以顶 因为黑棋冲过来的时候 白棋可以顶 这一代你 白棋好像简单冲这个就行 我发现我这个地方我好像看甲 我以为可以顶 然后这样黑棋可以有冲这个下方 但是 但这个时候白棋下面有眼 黑棋不行 黑棋如果挤的话 这个就吃回了 黑棋不行 黑棋这个白棋冲了一下的话 如果正常来说白棋不能顶的话 白棋只有顶的话 这一代就有几这个下方 就成为打劫了 但是一来白棋可以冲回 二来 这一代黑棋现在是贴了一个拖线 在这里斑沾 这个斑沾 明显亏了 这看错了黑棋 这样的话白棋应该赢了 其实这个黑棋是亏损惨重 这个斑沾太亏了 这样白棋应定 而且斑沾之后 黑棋的最好下方也是 冲断 再棋子 看来棋子中先这一刻 好像值得很多人齐迷学习 像这样的目数 黑棋要比实战要好 上面差四目七 白棋差一目七 这差五目七 这边黑棋差两目强一点 中文是比实战还要便宜两目多 但是其实如果是这样的话 这棋一二三四五六七 一二三 黑棋只亏一目半 这些黑棋只亏一目半 亏损极为有限 但这样的话就亏了四目七左右 那黑棋基本是不行了 感觉黑棋基本不行了 但是歪老师这个棋太粗了 这时候他不懂 先打一下 先打再冲 不懂 这确实不懂得 先打一下再走 这样黑棋局部就不好下 先走 先冲单捡 没打着 那黑棋就在捡它粘回 它也明显是差的 这铺和长胶还明显便宜了 这边的目处差的很明显 所以这样 这白棋还亏了 而且白棋冲这个没有意义 冲这个上其实 没有意义的一手 这个地方 你把它断开 它是粘住你 走的也都是单关 这个冲 这个白棋亏了 白棋将来要走的话 应该冲这个的方向 也是应该走在这边 冲在这边才是对的 因为这边挡回的时候 是有木的 对 你这边是没有木的 这个万老师下的也不好 但好像还是要赢 小胜 小胜一丢丢 旁边黑棋稍好一点 但是现在黑棋 意识到了形势不利 这个突然间开始拼命 可是这个棋 好像是可以被白棋跳死的 白棋跳就好像黑棋活不了 这点一个又是过分的一手 这样的话就搞定了 但是白棋靠这个 好像吃不掉黑棋 白棋靠这个吃不掉黑棋 也是算是错进错出 都正常 本身白棋 黑棋点一个道 就算点到也没什么便宜 现在黑棋可以连回 但是黑棋连回 它也不便宜 所以黑棋 单管这个白棋可以点 党的话我就 我就算 我就算党回 其实黑棋这一代 也不见得便宜 包括你如果 单党我还可以把你断了 黑棋还是不行 黑棋要走的话 还得先这个 但是这个拐一下 其实本身白棋 就可以把黑棋挤死 挤还是挤不死 打吃了 粘还是粘回去 那白棋就简单的长 你挡我再挡回来 将来这一代白棋 将来这 将来这一代白棋 冲了打吃掉 这都是木 黑棋这一代 收拾了两不去 黑棋本身还是不便宜的 单退 这步棋 也可以 不过意思也差不多 因为白棋就算最简单的挡回 黑棋也是 便宜的有限 黑棋 但是这步冲一个不是棋 冲一个是不好的一手 白棋之前是应该跳死的 跳的话黑棋无法联络 你走这的话 我冲了一几 好像你是无法联络 这样你是损 同样的道理 你如果单贴 我也可以病死 这跳一个黑棋连不回去了 实战这一代黑棋下的好 这虎为又是好棋 这Y老师关子是连连亏损 小关子太松了 那么这部黑棋粘一个 如果虎的话 这几个可能又不便宜 这一代细节 黑棋也是有所亏损的 再挡回 那这部冲的交换明显亏了 这让黑棋成两步棋 那冲冲个单关 将来还是吃不掉 那这棋 你还不如单挡 将来保留长这样的下法 白棋这一代也是有点亏 但是其余 好像还是白棋要有 旁边两三目吧 旁边三四目吧 黑棋 十七二十七二八 旁边黑棋稍好 黑棋可能旁边两目左右吧 两到三目 我感觉啊 这棋 我也其实没点清啊 只是感觉上两到三目 Y老师显然是觉得自己赢了 牢牢的把这个补助 现在 黑棋这个冲 又是亏了一点点 亏了不到办不起 应该说是白棋 稳赢 现在应该是稳赢 不会有太大的纰漏了 1 2 3 4 5 全域最大的地方 7 8 9 长这个 好像不是最大的 全域最大的地方 这个地方是斑 这个是有三要三分之一的价值 其实这个顶是 可以算是白棋先手全力 就是打实之后 这个顶完之后 这个冲是先手三目 黑棋必须沾 所以这个顶的价值是先手两目 也是非常大 其次的地方 好像我没有看到有什么大棋 这个吃掉也很大 吃掉也是有接近先手两目棋的价值 等于说白棋次最好的下方 就是顶掉 然后打掉 然后再搬这个 但很遗憾 万老师先吃的这个 先吃这个应该是稍损一点 这下方的题是一有三分之二的先手 不到两目棋的先手 那么还是白棋稍微损一点点 但是黑棋这个班肯定也应该顶这个 这那时候两目是最 可能是全域最大了 现在需要先走这个白棋 但这个顶确实 不是很容易看得出来 可能对于他们来说 这种都是细节的地方 很难 我觉得黑棋确实很难做到精益 黑白双方确实很难做到精益求精 反正中间是没什么关子了 现在想必两个人也都知道 这个结果到底是怎么样 就快速的收完 这半期应该说下的时间非常的长 此时已经到了9点20多分了 节目进行到现在 还没进行到第三个环节 已经进行了两个小时的时间了 这个确实 很少见 我去搬这都不大 这地方 这搬又亏了 这搬的价值三分之一 三分之一目前 这个顶是至少您说一目前 还加上上面 您说一目半 这顶的价值仅次于万兔 这个顶的价值倒是也还可以 这种地方都是不止两个棋的价值 他这个斑肯定不大 白棋其实没必要顶 但就算顶住也无妨 吃一个 吃这个白棋没有什么压力 白棋就粘住 白棋要粘的话粘上面 这个地方 这粘上面才是大的 粘下面不大 好吧 细节不管了 这白棋上面还要补一手棋 真是 还是回到这里顶吧 别每天被黑棋牵手顶一下 这双先一目棋 接下来这个粘是 那时候三分黑棋必须粘 让白棋走到最后的三又 这个价值是多少 白棋差三分之一 黑棋是三分之二 这个价值是二又三分之二 这个爬 已经是全局最大了 但是比刚才那几个都要小 所以说这个关子 小关子的次序 大家都是不断的在犯错误 现在感觉 是不是 黑棋盘面只能好个一点点 六十二 先手亏 后手亏 这部棋走 走了之后是 负 这两棋的价值是负三分之一 黑棋等于说是 亏了三分之一 不如不走 现在 12345678910 1231415 161712 2221 22 32 40 45 50 61 61 好像现在是盘面屏幕 黑棋可能 白棋可能 有望 领先一幕 现在应该是至少旁边屏幕的局面 看看网友们都怎么说 这最后这 几部关子都没有悬念了 印入眼帘的一句话 清风洋依卫 孟太霖 现花 2222度 太感谢了 但是我有那么二 有人说来不及复盘了 我们就粗略的摆一下 大概就行了 官子阶段 应该说主要靠自己 咱们就不涉足了 有人说从职业洗手看 职业洗手的官子 应该都是惨不忍睹 现在应该说确实 到官子阶段 我能百分之百确定的错误 确实是太多 这个没办法 这个没有办法 好吧 还是 有人问我 这个 孟孟知道 曾经有个与长浩年龄相当 齐才不在七下的一位职业洗手吗 你说出来名字 我可能知道是谁 但是要打雅弥的话 我显然不好猜 好 回到这盘棋的 这个时候 形式判断应该比较靠谱了 我点一下 黑棋盘面两目 然后黑棋这一带 多算一点点 白棋多算一目 两目 一二 黑棋多算一目 白棋多算一目 盘面屏幕 各种打结 打吃成这样 现在应该是黑棋盘面 一目的形式判断 两个节抵消 这个地方 抵消之后 好像确实是 白棋盘面的好一目期 白棋盘面一目期 应该是稳赢了 王老师在干嘛呢 就提节呗 既然这个不扑 提搬一个 好吧 既然这个不扑 那就提节呗 两个节 然后白棋扣掉两目期 这期还是盘面屏幕 盘面屏幕 看来我用形式判断点目 不如自己手动点目准 还是盘面屏幕 恭喜王老师 是再次的取得胜利 厉害厉害 恭喜恭喜 点目吧 没有关子了 精彩精彩 这盘棋应该说 经过漫长的收官大战 最终万万是凭借着 更为扎实的关子 以及对手的失误 最终是迎来了本局的胜利 不错 下的挺好的 至少这盘棋的前半盘 是看得出 YY同学好像涨齐了 相比于我们前两次节目 那么肯定它境界上 有了很长足的进步 好 那么现在已经进行了 两个小时间了 赶快进入到我们今天的 最后一个环节 最后总结 恭喜你 首先恭喜你获胜 由于时间的关系 咱们就讲快一点 好的 好 赶紧进入正常器 开始 对手是以笔制造 环石笔身 对 这是今天早上 我收到了一位旗友的 给我发的QQ消息 建议我拿白旗的话 下这个向小木 向小木 是这样 所以你下了向小木 对手是使用中国流布局 你很惊讶吗 但是你好像也很熟悉了 对 闭着眼睛都会下 对 所以这个布局对于你来说 其实是喜欢见到的 对 而所谓的黑旗拐 这个应该是局部 有所亏损的下法 白旗是可以接收的 还是应该搬下去 这样 这些变化都是闭着眼睛 对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 其实必然之处呢 虽然是双方必然的一个进行 但是还是有一些细微的差别 这虎不见得比真好 但是这个小问题 忽略不计 然后黑旗比这个 白旗 就是这边我点到脚之后 黑旗这相对斩了不少 对 你在木树上拿捏的更好一些 因为这样的话 将来下一手棋走在这里 其实不是没有一手棋价值了 咱们就点脚永远都是 所以说这个白旗要比这个更好 相对的这边同样也是如此 你相比这个旗型而言 你对木的拿捏是更为扎实 肯定你的效率是更高的 而黑旗这两手棋应该说差别不大 所以这个白旗上下两处都有细微的优势 应该说白旗取得了不错的结果 简易了一些 包括黑旗这两手棋 有一个强烟的B数 有下一手 正过来都有下一手 这个是黑旗需要去走的 而不是简单的走这个 所以这时候 但是走的时候 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手还是高跳 手脚 这个搞不太轻 你这样黑旗可以走过来 或者挂脚 黑旗应该比实战好 那么还是接着看 挂脚 选择脱 也许可能应该一件地价 但是这个不是那么重要 脱退也是简面的下方 因为白旗这个时候是隐隐有一种四脚穿心的感觉 这虽然不是脚但也差不多 感觉白旗形势不错的 然后一靠这个还是正常拆边位好 那么此时你扳是做出了反击 但可能还是长一个最有稳定 这个形状上的好 你让你的扳也 这个它是亏的 你自己本来拆一可能是全局也差不多最大的一手 没有什么地方比这个还大了 我感觉 然后它这个靠一下 虽然防止你拆一 然后让你二度扳 但是它 但是我觉得这样的话 你反而比拆一还要好 因为这个脚这边 由于你后的这种托 这种碰 以及上面的厚薄 它的潜力等等的影响会更大 所以这种骑碰一下 其实它本身是需要根据场合来决定的 那么这样的话 白旗应该说是可以满意的 而你是让扳这个 如果黑旗长了 你准备走什么 长起来 拐了 那我再进来吧 就这样 走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可不是什么好的位置 你点是绝对先手 但是你走完之后 你可能还是这种地方飞起 之类的 但这种点你有很多窥墓 看到了吗 所以你可以把这个保留 你没有必要去走这一下 就单走就可能 这样的话白旗 黑旗也不会便宜 但是你要知道黑旗可能论下法 就可能会像这样 别千万不要爬这个 爬这个就错了 以为能爬着一下 白旗就不 对 黑旗扳过来 至少这个头差别太大了 这样黑旗反而就便宜了 好 你能下出场的话 我就不担心了 黑旗这时候翻了是不是 时候不太多 对 这个吃下来价值没那么大 这样的结果 黑旗不太能接受 那如果黑旗打吃 你准备走什么 这些问题可能是最为重要的 打吃 提呢 这种地方你要走 你可以考虑搬外面吃 你不担心黑旗粘 你就不要打这个 明白我的意思吗 你觉得黑旗会粘吗 不会 为什么不会 这样之后 它还是没齐下 对不对 它也只会提 那这时候 你最臭的下巴肯定就是吃 就是这是 你 你随时都可以形成这样的一个局面 但你吃这个被我一粘你 你这不是垮了吗 行吗 去哪 所以说这当别人吃这里的时候 我觉得这反而可能是你最需要提防的地方 提防的地方 吃这肯定不行 首先你吃这个可以说是必然 就是接下来走什么的问题 单补外面是可以的 没有太大的问题 就是补的手法上可能略显逐略这条棋 你这条棋要么就粘在这里 要么就粘在这里 绝对不能虎这个 因为你虎这个一来没防住这边的斑 二来这边打拔你还是牵个断 等于说你两边都没走好 所以这个虎的形状是不对的 要走的话肯定是牢牢的粘住 粘这边粘这边都可以 这个场合 这个场合我 我以为搞的不太轻 到底应该走什么也不能完全确定 但感觉上这个棋 黑棋可以考虑就单单的退一个 也可以就简单粘住的 好像粘住倒是还行 可以下了 黑棋如果粘这样就随便靠一靠 疼疼就可以了 它肯定不是棋 它如果搬这个的话 你就这个不见得是必然的 当然不是说不行 但是不是必然的 你吃完之后走什么 只能管 你吃完之后只能管 它会吃这个 它搬一个的话 那你享受 你吃完虎 那你享受 那还挺爽 它搬 它搬你还可以拐车断 它还只有长 然后你吃下去 感觉太流淋了 我知道你困了 但是你的声音不至于这么小吧 没有 像这样看起来黑棋捞了很大 但是这个结果 黑棋其实不能接受 就外围全清白 这个空也都差不多都没了 把鞋简单加过来 黑棋的三个子 还有点 所以白鞋锁可能简单粘回来是可以的 但黑棋这个结果不见得比实战差 然后包括黑棋还有其他更好的下法是可以肯定 就是黑棋肯定不会粘截 黑棋实战我当时觉得我挺好的 但是 实际上你是挺好的 就是这时候我发现黑棋下面整块萌量非常大 很完整 明白了 就有空是吧 但是这个棋型我跟你说 这太爽了 提完之后有虎型 超级完美 这个地方你不用看黑棋得到什么 你紧紧的凭借这个棋型 你就知道这个棋 白棋不能接受 正常来说就算这种地方有个子 白棋也是可以接受的一个棋型 看起来白棋 那这种地方都还没子 是一个完美的状态 所以这个肯定黑棋不行 而且将来这一代黑棋 由于白棋的厚 其实黑棋这一代 它没有特别大的湿地 你本来你最简单的看一看 我这时候一直在想怎么下手 黑棋本手只有退回 因为黑棋其他走别的 你不管搬哪边 我都可以连搬 都有各种借用 你退这边的话 我还可以搬下这个 所以你本省只能退这个 其实黑棋没后的算好东西 这边打入还是有可能 就算我简单的靠了长等等 也是能够极大限度的压缩你 对确实 就这一代其实黑棋还没想亏了 而这时候你可能 还是比这个算 我当时也就这两个 骑行进行了判断 最终结果没判断清 甚至走这个 我这三个我没想好 走什么我搞不太清 可能这两个选择一个吧 这个可能是不太好 因为黑棋这连压很爽 实际上黑棋正常是只有扳一下 然后拖清 此时黑棋断这个 其实是一步很有问题的 是下方 你觉得你应该走什么 我是说算我长是不成立的 它立我死了 对 我跟你说 长的感觉是很不好的 即使它立不成立 你长也亏了 你也亏了 因为什么 因为就算它不成立 这种尖它总是牵手吧 那么在吃回的时候 它无形中这样实的价值是很大的 它通过断反而让你这边的效率变低 所以这样的结果是 就算它立不成立 你都亏了 也就是说这个长可以说是不可考虑的 那我觉得实战的打吃应该挺好的 打吃应该是局部第二好的下方 第二好 但是这个第一好和第二好之间的差别确实比较大 差的感觉 实木齐应该有 实木齐左右 小实木吧 一个天幕吧 看这个 你现在看得见了 这个话都说到这种话上了 确实还是挺厉害的 各种什么排除法 这个揣测意图等等等等 最终选择了一个 就找到了一个正确的答案 对 这个搬过你 你觉得这黑齐在干嘛 这个子 它往这边跑 对 主要我这边形状还挺好 这方向 嗯 这是铁呀 你最希望的就是黑齐往这边走齐了 对 所以说这个时候黑齐 其实理智的下午还是有吃 嗯 但是幕术我是白添移的 这两个手交换了 这感觉确实差了 好像实木齐 差不太多了 嗯 所以这一出一入啊 反不反击 这个差别就差了 不知道有多少 而这个时候 这肠和体也不一定哪个好 体调其实挺挺挺扎实的 这个当然这个小问题了 这种妙味 这种细约的味道很难说的清 竟然会跳 飞这个是很大的 不过还是这边更急一点 你应该先从这边 跳也好 还是先让我刚才说的 直接靠 你先去下 你先去下它的潜力 你下两步之后 它没什么后续的下法了 你再回到这里飞 这就OK了 这个导宝有这个关 让我骂 我骂掉 你先大爷们来 好 导宝同学先把它的脉关一下 它就卖掉了 那我就先讲我自己的啊 这个时候可以飞这个 白旗飞这个 其实可以先动手 接下来白旗这儿 唯控 也是正常 然后它就搬这个 那此时白旗虎这个其实并不好 只要骑 这么去的下巴 还是 可能还是要拐起 可以查看你这个贴 这边的方向是更好的 因为相对于这边来说 这边你是不能轻易让黑旗唯控的 你形成这样之后呢 你比方说准备可以点它 你可以换个方向 这 这他还敢走这儿 他丧失理智了 这你还能怕死吗 靠靠 断 各种利用 他不会往这个方向走 他打吃你就沾上了 你要走也可以走得好一点 但是黑旗是不 肯定是不成立的 嗯 黑旗如果粘的话 你也是一秒 靠下 这期黑旗就形状被你拿捏住了 嗯 所以这个地方你是应该换一个方向 你实际上虎的方向并不好 而此时黑旗其实就长一遍就不困了 我想我长的话 嗯 我想在这边过来 是不是会让它沉入 这个我 你除了你计算清了这里边 我觉得很难活 我只能说很难活 你说它都这么厚了 这边还是有扳个长 这个体这种体 实在是太厚了 太大了 对啊 你说你这棋 你要还能敲这个的话 那你先扪心自问一下 你之前选的这个中国人的布局 都是为了什么 为了违控 那别人成这样 你还要打入这里 嗯 那你是不是在否定你之前的这个布局结构 嗯 所以这个中国它是一个激进的 极端的下法 好 幸好黑旗扳了一个 对 扳一个 形状其实反而不好 对 我也好下手 对 主要是你 你现在知道你不能从这个方向走齐了 那么我觉得是很好的 我一天 这个时候可能 你要走的话也只有拐 吃了什么就只有拖心了 但这个下法有点 这个下法太矫健了 确实你很难做到 我也不是特别提倡你现在就这么下 嗯 毕竟你还还没学会走 就就就就学跑 确实不太现实 嗯 所以你走在这边 也是也是很好的思路 很好的想法 这条鞋还去想了一会儿 然后走了一个这个 它要走应该粘子 那我呢 我应该是这样 它就该用你就用你嘛 就是总是形状更好 我会跳一跳 那它再过来 怎么要死的呀 你不要 不要装 千万不要装 跳是什么意思 我就怕这个时候比如黑漆 那它干嘛要挡 就是你可以揣摩黑漆的思路 比这样 这样被白玺下来 可能这里边不是更棒 不是 你这种地方的损是 这不都是无法估量的 你接下来 白玺在这一代的残性太足了 这一代的跳点 最代的拐 搬火等等的味道 你走什么 这一跳点已经扛不住 这局部已经扛不住 这个不能被拐下来 就是这样 除非你不爬 否则的话 这个不能被拐 这样你形状疼多了 但是这样黑漆 中文比实在好多 你的形式也谈不上好 现在可能也差不多 但这条鞋 差别太大了 正比你吃回去之后 这两个交换了 黑漆有点打通 然后我跳 对 你本身黑漆将来跑 其实白漆就挺难受的 难受吗 你走什么 难受 你其实为什么难受 就是如果黑漆现在外面这样或这样 我都不理了 也没起 他走那边我也不理 但他恰恰的先试一下 看我是从哪边 我要沾这个 那边就是他一系列的鞋手 就传这种鞋手 就可以防止你度过 对 然后我走这个 他这个就变成鞋手 所以跑也将来你挺难受的 可见这个虎是 很没劲的一种 对 而这个时候 他的点 你跳一个其实形状 没走的好 走的不是特别好 这个时候感觉上 主要是实际上 他有一点的反击 这地方你形状其实并不好 他点一个很犀利 点完之后 他再爬过的话 这个吓得非常好 这个点完的眼味给多了 吓得非常好 是啊 但是可遗憾他沾了一点 沾一个不大了 对 你就阴火得福 有点当官的一位的 像这样这个局面 确实白棋已经 好的比较明显了 像这样 当你在跳出的时候 这棋应该说 进入到白棋的调子 我发现总是有棋友会说 就是像我们 每下一步这种很臭的棋 比如说这个虎 还有有的地方那种臭棋 就沾了之类 就会有棋友说 这部棋反映了真实水平 反映了真实水平 其实我觉得可能 确实这是我们这个水平 经常犯的一些常见的错误 对 但是也不至于说 就通过这一步棋 就这水平就臭的 不能往上 不看入目的感觉 不至于是不是 不至于 我觉得应该是 也在情谊之中的 对 这个我觉得 其实有时候我也是 下棋的时候 下一步挺臭的棋 我自己很懊恼 是的 这个棋友就 有时候会说说 我这部棋 看出了它的真实水平 我还是挺伤心的 不过你看出来你真实水平 未必 未必 未必是不好的 比方说他看出来你真实水平 有一成七地 是不是还挺高兴的 反正我觉得这个问题 其实 就是有一句俗话 就是说不好听的话 就是一句俗话叫做 站着说话不腰层 其实可能大家在这个观战的时候 都会比较说的比较随意 但是有的地方的一些错误 也许我不说 大家也不见得看得出来 我一说大家恍然大悟之后 觉得其实就这样 怎么水平也就这么回事 其实呢 是 每个人都会犯这种 自己的 在自己的短板上 犯一些比较明显的错误 这都是正常的 宝贵我觉得就像我们小时候 学练书法 写字一样 看别人写的字 歪起扭拔的 特别丑 看字贴上的字 特别好看 觉得也不难写 但自己拿几笔一写 怎么写都是歪的 对 所以说你以后你就叫做歪歪了 对 好 说到这 咱们再回到旗上 这个歪老师 此时的对手在这里飞出 但这步棋的方向是不对的 嗯 哎 现在外外我想问你 这个时候如果是你 进行攻击的话 那么你会选择哪个点啊 这个时候应该是 中华可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地方 要我可能就把这个拐过来了吧 嗯 很大 这个拐是很有目的 包括后来我看你很财迷的这个 把这个挡下了 可见你对这个地方 你认为是价值非常大 是挺 我觉得还是挺大的 嗯 确实很大 但这个拐呢 对于白棋的威胁不够 走成这样 然后白棋的顶是先手 嗯 就眼位就飞过来了 嗯 我们就可以看到 从黑棋搬过来这一串开始啊 黑棋没有什么所得 它该有的地 它还是这么多地 而白棋反而筑起了小包围 白棋要说攻击白棋的话 我可能会点走到这儿吗 走到这儿啊 很好 方向上正确了 没错 破掉白棋眼位的同时呢 去这个 嗯 还有这个限制白棋出头的这种感觉 包括对于这块也是一种扩张 但是要其实细节把握的还可以更为精细一些 你可以 精细不见得是往里走 这时候你可能就这种跳一跳 可能更好一些 哦 因为这种这种其实自己是无懈可击的 没有破绽 而你走这儿呢 将来你不可避免的还要回补 嗯 你此时的对白棋的威胁更大 但你将来的某一瞬间 你可能还要回补 嗯 所以说你有的时候这种其实预速则不达 你可以缓一缓 可能是更好 嗯 而这个时候呢 黑 白棋不仅是可以让你以后自己回补 他还可以凑着你走 你反而有可能是 还不太好动 对 嗯 过于激进了 有可能 你反正脱下他在顶回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好像自己下到了一个价值不大的地方 被他走到了外面的感觉 啊 包括斑也是一样 我就算简单顶住 你这一代你从中央还是欠着吃 你不如简单的走一趟 下一手其在多他这个眼的同时 瞄着他的这个段 嗯 就这个好像才是我认为最好的一手 嗯 而这个是单关 这条旗没有价值分身 所以他的方向是不好的 白棋只要走在这边 这旗黑棋就明显落空了 嗯 这条旗是攻击时的大计啊 这个请各位旗友们也一定要这个注意啊 这种地方的分段是 单方面 非常 对 这是非常不好的攻击啊 嗯 就是说这步骑应该飞到这儿 对 飞到这儿更为严谨的 因为它是厚的 它中央是很厚的 对 你应该远离它 嗯 这种地方的穿 你给它这种空间没有关系 你去挡住就可以 嗯 它是不会便宜的 嗯 这上面也就是造成了后面的黑棋 是的 没错 没错 这时候你应该挡住 啊 我根本看不清 不用怕 不用怕 这是纸老虎 黑棋要走的话应该单飞 你其实也是一样的 我当时看了棋友说 这个我是吓得中国流长大的 这个 但你好 没见过这把棋是吧 嗯 确实你第一桿硬在这里是正常的 那飞的时候你肯定还是应该挡 挡啊 挡没有问题 挡啊 我就看它走这儿 这个木很庞大 这个木数却挺多 嗯 不用怕 这棋不用怕 挡这个有的好处就是 将来你一旦你就出 出头了 这木差别还是挺大的 是 你让它先锁 这以后它就走走走走走 我还是 不是 你这吃 它吃这个你可以把它留下 可不敢乱走 所以每一手其实都要注意 好 当然这是细节 咱们接着看和棋 点这个 嗯 凶悍的一手 这这是你的问题 而随着你也只有被迫的反击 但这张其实很好 但是终归是不如刚才飞这个 是 和棋顶一个 你尝尝尝尝尝 人家跳 跳才是好心了 嗯 怕什么 你干嘛要怕呢 你多走一路总是好的 多清零 再多轻快一路 对你自己的书头是大有帮助 嗯 显然比实在好 尝一个并不好 和棋扳回 你再这样靠 这时候黑棋这种退都是很盲目的 其实是没有价值的地方 黑棋先跳 跳一下 这时候黑棋就应该去 比方说简单的打路也好 飞起也好 或者玩的拐活也好等等 都可以 走价值大的地方就可以 这个时候的退是单关 招棋本身它没有任何的价值 而且从后面来看 黑棋也没有强杀我的态度 他要是拼命想吃 就非要吃我不渴的话 那是因为你自己手软 怂了 你可以说这 你可以晃一下 因为你实在这个时候 你打下是没有问题的一手 目数非常大 嗯 包括还可能关系到眼形 这个没有问题 但是 这个时候你就不要怕嘛 你就是把这个肠了 没关系 这中间肯定不会死 万一呢 这个攻击的细节 你需要注意啊 首先刺激就非常重要 你如果走这个 我一打回这棋肯定会 好 好 让我粘住啊 还要走吗 肩我粘上 这棋反正欠着自己 嗯 你就走着走着 我将这虎啊 反正吃我的时候 它又更累了 所以你这个肩别肩 但是你会发现 这个中间想 黑棋想封住白棋头 是不太现实的 很难的 包括这一代的肠 这种断脸的牵制和影响 话是这么说 但是我的制孤能力 我自己清楚 嗯 明白你的意思 嗯 所以说我觉得你实际上也是有理由的 不过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我就不建议你挡下了 我就继续贴 可以 因为那个压和这个 对 其实实际上你被扳下 你还反而不如不挡 嗯 你反而还坏了 就它这时候如果压我这个 我肯定要退 对 不能走这个 没错 嗯 你实际上其实反而亏了 嗯 但实际上这个你中文是回头了 就进入了很细的收关节的 确实你斑粘好像不是好手 斑粘主要煎不进来 那你这个斑粘就 反而还亏了 确实我看错了 我以为这可以加过 嗯 就你这时候可能把这个打麻醉打 嗯 嗯 斑粘并不好 其实说实在的我点完脚 黑旗走完这个定型 我就想大把 嗯 咱们再看两步 然后马上就可以结束了 好 黑旗粘这盘 我后来觉得这个粘 好像比挡得还要好 我以为这个挡大 但其实好像这是粘挡 实际上它这个地方下的不错 但是这个点应该小跳 嗯 这样子就基本上只有煎这个 它落了先手之后 就可以抽签走别的 将来你这条旗 它始终还是没有活静 好 而它而你是 它点这个被你压 它反而还亏了 这个局部你就简单的拐回 然后再跳出 这旗就 很清楚 将来马上一手旗就做活 这头还很畅 它还有断 它这条旗反而把自己走薄了 那底下周围它是没什么木的 嗯 这一出一入 白旗反而是便宜了 嗯 嗯 而你是搬远的话 其实 从后来看呢 这个旗也还好 但它终归是有破绽的 嗯 而这个破绽我必须要告诉你 这个时候黑旗可以爬 爬 嗯 黑旗顶的时候你断不进去 这个地方你是需要注意的 你实在其实是险些是铸成大错 当然这个地方你倒是有一小尖的好奇 可以左右逢圆 把黑旗粘的话你可以再断 但是黑旗就算简单的走这个 你可以看到黑旗吃的木树还是非常 而且鲜手 嗯 我觉得还是黑旗好 你这样你肯定还是亏了 嗯 你肯定不如自己单管 单管回那个图 嗯 对 嗯 就是这有一扒 你得地方这种手段 你这个扳的时候 你一定要注意别人有没有可能去反击你 嗯 这实在是很危险的 这个躲过一截啊 可以说 不过你实际上就很快就这个 把这个截给让回去 黑旗可能反而取得了比刚才那个更好的结果 嗯 就这时候 但是它扳这个时候 扳这个是一个打僵 就这样 黑旗应该是怕我什么都过足度吧 它最好走 因为也是冲着在扳 是最为严谨 但实际上扳这个 你的粘住 它本身是亏的 为什么 它是亏的 首先在这个没有必要走 其次它走的时候将来 它如果是要走到那边打吃 嗯 如果你不能打进 要粘住的话 我吃这个还是挺少 我做好的时候 吃在这就可以 可能亏一点木 嗯 这些地方都是细节 当然你肯定是应该粘上 粘上的话 这一出一入 这木树差别 对实际上相比太大 嗯 对 你上吃这个 这被一扳 明显亏了 但是扳其实是浪山忘叶 直接冲着就行了 冲着你会去这个吗 我觉得应该不至于吧 但是扳这个确实 应该是很简明的一手 还去提 还去吃 这时候你提这个不便宜啊 它又不会粘了 你将来要提啊 你将来走的时候 就你不要把这扳回 你将来走的时候 肯定自己挡一个 对吧 嗯 那么这时候你就会发现 你提这个的价值 没有粘这个大 哦 等它提这个的时候 你再去提这个了 那不就便宜到了吗 所以这个地方的细节 也需要注意 这种提 你的绝对心想 就没有必要走 嗯 你没有必要 第一时间就把它提掉 包括后来的 这地方和其拐成这样 啊 就是你事先跳了 还在搬过 走上这样之后 你在这一带搬 然后立刻爬 这种棋都是 你的绝对心想 你为什么要走 没有理由 嗯 那还 那不走 留着它有什么用 首先你就 你现在搬身这边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差别太大了 为什么呀 你这边 你多自己都成了两个棋 啊 这个选手 跟你实际上相比 差了两个棋 这 而且就算 就跟这边没有关系 嗯 你将来在这边粘住之后 这一带可以冲下来 这些你都不知道吧 嗯 看出来了 所以说你这种棋 可以保留的地方 就一定要先保留 包括这个地方 它实际上是扑了一下 扑了一下 其实木树上讲 它是有可能亏的 但是眼位上好一点 然后这个粘是 为什么要粘呢 这它不会提吧 嗯 你将来你在 只要你不失误的话 我相信你肯定有机会 可以先手粘吧 就在未来的 使鸡指手之内 这总是你的权利吧 嗯 那这时候你可不要走这个呢 你一来把这个损到二来 你有可能损劫财啊 损变化 都是有可能的 这种鸡还有可能撞气啊 等等的 这就是很不好的习惯啊 这种地方 它虽然说不是很重要 但是这个习惯不好 那么这个粘和这个提 都是这样 这种习惯其实不好 这种绝对先手 而且这个价值不大的先手 可以保留不走 嗯 好吧 我明白应该怎么下 但是这就业余 业余洗手这个 很普遍的心理嘛 就是早晚也是我的 我就下了 看得更清楚一些 我点木也好点 我点形式判断也准 嗯 就感觉 是是是是 没有理由留着它 嗯 明白 嗯 但是 理解 理解 确实 我不走 对手也不会下 对 嗯 当然这些都是 这个精益求精 这是对你的 可以说是一个 高级的要求 对 嗯 就是慢慢来 这些都是 嗯 需要不断积累之后 才能提升的 嗯 总是就是这个意思 那么最终呢 是凭借着 其实这个时候是很细的 这其实你没觉得你有什么优势 后来黑系的官子亏的比较多 这一台点 你送进去 等等等等 嗯 它亏的比较多 最终是旁边屏幕 你去赢了 嗯 还是这个 再一次的恭喜你获胜 嗯 嗯 期待着下一次 你也有这同样精彩的发挥 好的 然后这个新闻朋友们想必今天节目时间也很长了 大家都很累了 那么咱们就到这里了啊 好的 嗯 今天也没有给我留嘚瑟的时间 我也吓得比较累 也没有经历嘚瑟 嗯 确实 好吧 那我们就留着下次 好的 嗯 各位朋友们 我们下期再见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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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